花莲县老人会今天举行111年春季长青歌唱锦标赛活动 由理事长高明新主持近百位的长者齐聚一堂以歌会友 而花莲县长徐真卫亲自出席致意 徐县长表示唱歌是有助身心的健康活动 鼓励长辈们多出来走动 到各社区交流彼此的情感健康假霸离 花莲县老人会举办了141年春季长青歌唱锦标赛活动 10号上午热闹举行 老大人们也激心打扮为自己表演添加色彩 随着歌曲的起伏就这样给他嗨了起来 现场观众也一起来掌声响起 其他许真卫也在榜门当中请来为老大人们交打气 看到大家神灵活现唱起歌来 让他是相当的开心 全县很多的社区我们把这个卡拉OK全部都跟上更新了 即便是如果那个社区并不一定有这个关怀站或据点的话 那其实他到社区里面去把卡拉打开就可以唱歌了 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希望长着这个常常走出来 就可以非常自己也可以非常的开心 开心就是健康喜乐就是良药 而且喜乐是最好的对不对 要吃个苦苦的 所以你看今天天气很好 昨天3月9号 今天3月10号 昨天我们全中运开始资格赛 美轮对美轮运动公园 在做那个牧球的比赛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迎兵到4月21号 这是我们全中运ending的日子 有非常非常多我们的全县的 全国的孩子来到8月 包括市长为家 现任吴东森等人都出席给鼓励 大家盛装打扮出席线上国语歌曲 台语 客家语和原住民族语 而前来参加歌唱比赛 人人有奖不分名次 主要是希望能够彼此交流 活络感情让长辈们健康快乐 记得喜欢观众 到这儿了 到这儿了 到这儿了